我刚下手术 让你久等了 哦 没事 你这拿的是谁的便利啊 之前不是和你说我一朋友 得了什么脑垂体的限量吗 嗯 其实就是我 你现在怎么打算 今天下午刚预约了专家 准备先看一看 为什么你现在才告诉我呢 我 我也需要一个 一个接受的过程啊 告诉我 我们可以一起承担 一起商量啊 你压力已经那么大了 我不想给你点麻烦 我是你女朋友 我们俩一起经历这么多事了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情不告诉我 你在外面再坚强 再强大 我都没有那么在乎 我希望在我面前的你是最真实的 哪怕是最脆弱的 我都可以接受 我都愿意陪着你 好吗 你不是说了吗 我不是什么大问题 是不是大问题 我认识你呀 你告诉我快要见了吗 还没有 我还没想好 怎么跟他说 我的判断也是需要尽快开炉取出来 那恢复周期呢 这个要看个人体质 我们做这种手术呢 难度不大 但是开炉总有风险 特别是考虑到行对的工作性质 那微创呢 这种情况有很多案例 不都采用的是微创吗 它的留位置不好 留体相对大 微创的难度 比开炉要大很多 而且很难切干净 是 微创恢复相对快 但是万一树中发生危险 会适得其反的 那就 开炉吧 最快什么时候 我看一下 下周 行 下周可以 你真的决定吗 你真的决定吗 我现在这个身体的情况 已经完全影响我的工作 而且 比我身体更重要的是我身上这份责任 我要对我的队友负责 要对人面负责 所以反正 怎么样都是不能工作 不 我还是选择面对吧 反正 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陪着你一起面对 你不陪我面对 你还想干吗 你不陪我 我们商量好了 也研究好方案了 邵主任说可以给你做 近鼻蝶的胃床手术 这样的话 恢复周期也短 然后伤口也小 说不定你还能在家 B5比赛呢 这么晚就为这事啊 就为这事 我知道你在意 你就装着不在意 你的肿瘤大 位置也不好 其实做近鼻蝶的胃床手术 是有一定风险的 但是邵主任说 他有把握把风险降到最低 开炉肯定是稳妥一些 但是胃床的康复周期要短 我现在 把这个选择权交到你手上 你怎么决定 我都支持你 不用想了 别创 你不用这么着急决定啊 你还可以有几天考虑 我相信你